生命的大道路 通过生命的势态 会有更多的人听闻佛法 聊着生命的奥秘 走向生命的解脱 让众生你哭得了 接下来请收看 懂佛的心 行佛所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古 苏格兰西北部充满了崎岖的山脉、湖泊 使得苏格兰高地一路上充满了壮丽的景色 也包括突然在路旁出现的城堡废墟 更是格外如实如画 苏格兰高地边界断层以西和以北的山地 统称为苏格兰高地 许多人将此地称为是欧洲风景最优美的地区 与此相对的便是苏格兰低地 苏格兰高地由古老的分裂的高原组成 古老的岩石被水流和冰川 分割成峡谷和湖泊 留下来的是一个非常不规则的山区 苏格兰遼阔壮丽的高地景色 一望无际的虎光山水 是从冰河时期所留下来的宝贵自然景色 而悠扬风敌生 其实诉说的是抵抗外敌入侵的壮烈史诗 洛克的城堡 坐落在苏格兰大峡谷尼斯湖岸北畔的一块石崖上 城堡威严地出立在苏格兰尼斯湖的中央 为苏格兰最大的古堡 也是最重要的城堡之一 从旅游服务中心出来 就可看到已是残墙断壁的古堡 静静耸立在尼斯湖畔 城堡前有座巨大古老的木制植石器 下方还摆着几颗原石炮弹 城堡旁的尼斯湖是英国最大的淡雪湖 湖水中年不动 两岸陡峭 林木茂密 今天做功德是九亿备 今天农历五月初一哦 今天也叫天津日最后一天 天津日啊 四月份的最后一天 对对对,夏佳月最后一天哦 要念三次 本师释迦牟尼佛 哦,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这个月纪念佛佛 入胎出胎出家成道念凡 最后圆满日 今天也是地藏菩萨加持日 好,阿弥陀佛 点香一下 城堡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六世纪 据说 在这些遗迹下面 是西元五百八十年时期的一个要塞遗址 当初 古英格兰皮克特人 在这个位置 修建了木头城堡 而现在看到的城堡 则是十三世纪 由艾伦·多尔特修建 眼前所见的这些断壁残垣 主要是1691年 为了防止被雅各人所占领 由守军自己炸毁所制 人有五层楼高的主塔 已经坍塌了一半 剩下的一半 好似模型屋的颇样品 向游人展示城堡的内部结构 二哥特城堡 错落的石墙 半壁的钢楼 在青山环翠湖的映衬下 无言地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百千年来城堡不断易主 见证镇压和反抗 专制与自由的轮替 城堡遗址中 还有实践于16世纪的 蜂窝型割潮 方式用来提供肉类制品和蛋 人们透过争取 反抗 或许已得到所谓的生命自主 而对生命的拘禁 和种种令人惨不忍睹的灵虐 却仍在世界各地发生 海盗法师在这片沧桑中 以慈悲诗时 虎师此地所有在战争中的身亡者 以及曾在此地受苦的生命 愿三宝互念 众生离苦 生命的灵虐仓 神灵回音 神灵回响 六道祝众生 喜悦离苦 喜爱 您苦 谢谢乐 南无高如来 所有王魂 福有情 以普得乐 南无高如来 所有王魂 我愿意持功德,集于一切,入空众生,共臣佛道。